讲堂文石版 江东秀拒绝见面的事并没有影响胡适和江东秀的婚事 订婚13年后他们终于履行了婚约 然而谁也没想到两人结婚仅仅一年后 胡适的母亲就不幸去世 胡适与江东秀的婚姻顿时失去了保障 此后一位年轻女子又走进了胡适的生活 那么她的出现会给胡适的婚姻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胡适与小脚太太第四集出轨 胡适从小丧妇由母亲养大成人 对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 胡适13岁时由母亲作主与小脚女人江东秀定了婚 尽管对这桩婚姻不满 然而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 订婚13年后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不得不回国晚婚 回国之后胡适还跑了40里路 专程去看望从未见面的未婚妻 不料却被江东秀拒之门外 这让胡适身受伤害 但考虑到母亲的感受 她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结婚的打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胡适在家中住了大约一个月 没有见到江东秀的面 便于8月下旬拜别慈母 于9月10日抵达北京 开始了她在北京大学的教授生涯 胡适还在美国的时候 就开始为陈都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撰稿 鼓吹白话文 畅言文学革命 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名声是传遍化下 听说她要回国了 国内多所大学和出版单位都向她发出了邀请 甚至有的高校还以她为标准来研聘人才 比如四川高等师范学校 想要招聘一名英语教师 招聘启示上开列的条件就是 中西文兼长如胡适者 可见胡适名其之大 她回国的时候 陈都秀已经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经过陈都秀推荐 校长蔡元培决定聘她担任北大文科教授 那一年她是26岁 胡适在北大开始的时候月薪是260元 一个月以后一位讲课受学生欢迎 涨到了280元 那个时候陈都秀身为教授 并且兼任着文科学长月薪是300元 胡适只比他少20元 这也是没有行政兼职的北大教授的最高信封 28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然1元钱可以买50斤大米 2元多可以买1克黄金 每月6元钱可以在北京市区租一处体面的住所 胡适每个月收入280元 那足可以让一个大家庭过上富足的生活 胡适这个时候也确实是太需要钱了 一来这些年家里欠了不少外债需要偿还 二来她准备在年底结婚也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 接下来就该筹办婚礼了 胡适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写信对母亲说 很反感家乡流行的迷信无道理的婚礼 在自己结婚的时候想要改良婚礼 借此也可开开放弃 到北京以后工作上的事情安顿好了 她就开始频繁的写信以母亲商议婚礼的细节 她提出在婚礼上不拜天地 不磕头 不放鞭炮 不拜酒席 她还以教学紧张 不能请假为由 提出要把江东秀接到北京 两个人就在北京结婚 要不然就将婚礼推迟到明年暑期 对于她的想法 母亲有的采纳 有的则明确表示不同意 胡母坚持婚礼一定要在年内举行 而且就在胡家老宅 对于婚礼的细节 基本上都依着儿子的想法 只是对于取消燃放鞭炮一件事情 胡母以江家不同意为由否决了 1917年12月13日 胡适离开北京 踏上了返乡成亲的旅程 当时金浦路因战事中断 只能改走金汉路 由汉口到吴湖再到吉西 路上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 又经过了十来天的紧张筹备 在1917年12月30日 这场推迟了十年的婚礼 终于拉开了大幕 婚礼热闹喜庆 门口两侧张贴着两幅大红队链 队链用郑凯书写字迹端庄有力 引得宾客纷纷驻足观看 一幅队链写着 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 另一幅队链是三十页大月亮 难七岁老新郎 有人没看明白 什么意思呢 村里的教书先生给来宾讲解说 对联是新郎亲笔写的很有学问 新郎新娘与十三年前订婚 订婚以后 新郎到美国留学刚回来 这不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吗 那另一幅对联呢 教书先生解释说 三十晚上出大月亮谁见过 二十七岁头回做新郎十里八乡谁家有光 那的确 举行婚礼那天 公历是十二月三十日 农历是十一月十七日 是胡适的生日 到这一天 胡适正好年满二十七岁 这个年龄做大学教授显得很年轻 但做新郎就算是超大龄了 所以他自己在对联里边戏称 厌七岁老新郎 胡适在婚礼上喜气洋洋 婚后充满喜悦 新婚夫妻恩恩爱爱 但真实滋味 天之地之胡适心之 他与江东秀的婚事 是弟弟道道的旧式婚姻 作为五四时期明造一时的新人物 却不敢违背旧约 他的内心也是非常不平静的 他在婚后写给本家叔父胡敬仁的信中透露 五之旧此婚事全未无母起见 故从不曾挑剔为难 在这里他还加了括号 说若不为此 五绝不旧此婚 此意但可谓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 他又说 今即婚仪 五力求千就已薄 五母欢喜 五之所以极力表示 归房之爱者 一正欲令五母欢喜 他与胡敬仁既为书职 又是知心朋友 所以才肯吐露心机 写完了这段话 他有些不放心 担心被他人知晓了 他提醒家叔 跃此书后 其扯烧之 亦望 勿为外人道 且拍 且拍 就与江东秀的婚事而言 从母亲为他订婚的那天起 他就不满意 只是当年他还小 不大懂得婚姻的意味 后来大些了 家里频频催着他结婚 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推迟婚期 有多多少少的包含着逃婚的意思 在美国留学的几年里 不能说他没有动过毁婚的念头 但一想到母亲的恩情与期盼 想到这件事情对于江东秀的伤害 毁婚的念头就被压了下来 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 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 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 我良心上的责备 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对于胡适的唯心之举 江东秀心之肚明 夫妻之间的感情装不出来 恩爱不是一种能够写在脸上的东西 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常常表现为不由自主 对于丈夫写在脸上的恩爱 做妻子的自然能够感受到空洞与虚假 但不管怎么说 举行了婚礼就有了名分 以后就是合法夫妻了 再以后的事情 那就要靠自己了 在胡适的婚礼上 真正发自内心喜悦的是他的母亲 母亲自从儿子外出求学以来 最为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的婚事 如今看到儿子终于和江东秀喜结连理 十年来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以前的忧愁与烦恼通通随风散去 接下来他期盼的就是早日抱上孙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喜祸福 儿子结婚了 儿媳怀孕了 做母亲的却一病不起 1918年11月23日 胡适的母亲在积息病时享年46岁 当时胡适已经将妻子接到了北京居住 接到电报 立即帅气奔丧 离家数千里 交通不便 到家的时候已入联五日 母亲用他一生耐 将他抚养长大 培养他成才 而他对于母亲则生未能养 病未能逝 死时又未能见一面 胡适确实很惨痛 母亲的去世让胡适伤心欲愈 也给他的婚姻带来了危机 胡适之所以委屈求全 委心地与江东秀成婚 就是为了让母亲高兴 随着母亲的去世 这一切也失去了意义 并且与江东秀结婚后 由于夫妻婚后感情的不和谐 也使胡适对于婚姻的态度 有了很大转变 他一反过去对于包办婚姻的暧昧态度 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包办婚姻 提倡恋爱自由 婚姻自主 那么在他的母亲去世之后 胡适是否会继续维持 他与江东秀的婚姻 一次爱情的降临 又会给他的婚姻 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胡适与小脚太太第四集 出轨 她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她批判包办婚姻 反对妇女缠组 却娶了一位十字不多的小脚太太 刘洋期间的异国恋情和婚后的出轨 让她的婚姻面临危机 是什么 促使她斩断情思 选择和小脚太太相伴终生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带您品味 胡适的婚姻与人生 胡的趣事 是胡适与江东秀的婚姻失去了最大的保障 危机随之也就产生了 此时的胡适 与在美国留学时候又不一样了 那一年胡适还不到三十岁 就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学者 在北京大学喜欢听她讲课的人格外多 以至于学校对于她的课都要特意安排大教师 即使这个样子 教室里仍然是人满为患 座位坐满了就有人站着停 有人连教室也进不了就站在窗外停 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经历了严格的演讲训练 精通演说之道 她每逢站在讲台上都能够表现得风声飘洒 紧紧抓住学生的眼睛 她善于画深奥为浅显 画繁复为简约 把一个个抽象枯燥的学术问题 讲的是形象生动 妙趣横生 她学贯中 稀有语言幽默 讲得兴奋了 更是口若喧和 眉飞色舞 南腔北调 文白定用 引得台上台下 笑声一片 掌声如潮 有次在课堂上 为了说明一个观点 她旁征博引得引述了孔子 孟子和孙中山等人的话 边讲边在黑板上写着孔说 孟说孟说孙说 莫了要阐明自己观点了 也随手写上胡说 引得听者是捧扶大笑 于是北大校园听胡说 便成为学子们追求的享受 由于名气大 胡适还经常应邀到各地演讲 全国各地的大学 甚至包括一些中学 纷纷邀请胡适去演讲 而胡适呢 也喜欢四处讲 于是就更加的声名远播 胡适有学问 名气大 长得帅气 仪表堂堂 而且说话风趣 带人和气 所以他的粉丝众多 其中不乏女生 有一次他应邀到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 天气冷 窗子开了 有个女生穿得单薄 坐在窗前 她还专门停下演讲 走过去 关上窗户 这种细心与体贴 让女孩子感到很温馨 所以那些年 向他暗诵秋波 明诵秋波的女生 不在少数 据他的同乡好友 石原稿回忆 胡适收到过不少情书 求爱的书信 基于暗头 胡适本人 虽然处事谨慎 但并不能保证 对于每一个诱惑 都泰然处置 真正的诱惑 发生在1923年 那一年 胡适身体不好 犯有脚气脚肿症疮 这些病 按说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但合在一起 还是很折磨人的 于是呢 他向学校请了假 到上海医病 由于病情并不严重 很快就出院了 但他没有回北京 想到杭州住几天 杭州美景 西湖风光 胡适一来就喜欢上了 他先是住在宝石山下的新兴旅馆 休闲性的转了几个景点 觉得高兴 便找了出房子 住下来 从六月上旬 一直住到年底 大约有半年时间 舍家撇业在外面住那么长时间 这在胡适的人生经历中似乎并不多见 杭州能够吸引他住那么久 除了湖光山色 还有一位妙龄女孩 她叫曹成英 曹成英比胡适小十一岁 自配生 父亲是徽州富商 他还没有出生 就被指妇为婚 所谓指妇为婚 就是两家将各自上位出生的胎儿约为婚姻 这种婚索在不少地方都有 一般呢 是在世交亲密的两户人家之间实行 曹成英被指妇为婚的夫家 就是与父亲有世交之仪的一位徽商 他的儿子也就是曹成英的未婚夫 叫胡冠英 曹成英与胡适沾亲 是胡适的三嫂的妹妹 论起来呢 两个人算是表兄妹 曹成英叫他门哥 但胡适与三哥是同父异母 曹成英与他的姐姐也是同父异母 所以两个人的亲戚关系比较熟 平时很少往来 胡适与曹成英第一次见面 是在胡适的婚礼上 曹成英做江东秀的伴娘 那一年他只有十五岁 后来胡适写了一首名为院歌的诗 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环君明珠双泪锤 恨不相逢未婚时 意思是两人相识恨婉 自己刚刚使君有负 但这是后来的想法 当时胡适正毛于婚礼中的应酬 对于跟在江东秀身后的这位小表妹 并未留心 但曹成英却打心底里崇拜 这位刚从海外归来的门哥 以后有事没事就找门哥 问这问那 胡适去北京了 曹成英还断不了往北京写信 向门哥请教学问 也诉说自己生活中的烦恼 在这个过程中 胡适开始对这个小表妹 有了同情与好感 在胡适结婚的第二年 曹成英也与指妇为婚的对象结了婚 1920年他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开始在杭州读书 随后丈夫胡冠英也来到杭州 就读于第一师范学校 夫妻俩同在杭州读书 感情却危机重处 婆婆看不惯儿媳妇的那副女生打扮 觉得疯疯癫癫的不像个辅导人家 特别是他过门三年 仍然没有能够给胡家 生个一男伴女的 如今又到处疯跑 还不把胡家传宗接代的大事给耽误了 于是呢 在胡母的组织下 胡冠英又娶了二房 也就是纳妾 当年男人纳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青年学生纳妾的却不多见 曹成英啊 觉得实在是无法忍受 曹成英与胡适同样有着不如意的婚姻 他们很快陷入了热恋 在美国留学时 胡适也曾与维莲斯有回断感情纠葛 由于故技母亲的感受而作罢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 然而胡适却又成了已婚之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与曹成英的关系会有怎样的结果 这场恋爱还会像和维莲斯那样 如果而终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胡适与小脚太太第四集 出轨 在胡适来杭州休养的时候 曹成英正在凡门中 门哥的到来 是曹成英从凡门中解脱出来 学校课也不重 他呢就抽空陪着门哥游了西湖 他们两个人 一个学贯中西 一个清新旧都 一个风度翩翩 一个青春亮丽 而两个人的心里又都埋着共同的烦恼 就是旧传统带来的无碍婚姻 在青烟拢着月光照着的西湖美景中 两个人的心也跟着湖光荡漾起来 游湖回来 湖士做了一首西湖诗 其中写道 听了许多毁谤乙的话而来 这回来了 只觉得乙更可爱 因此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既然不舍得匆匆离别 干脆就住下来 湖士很有眼力 他找的住处非凡乎俗子所能想到 他的住处不在豪华酒店 而是在南山翁家岭山腰处的烟霞洞 烟霞洞 今天仍然是西湖名圣景区 是一个天然融食而成的石灰岩溶洞 里面有从五代到明清时期的十几尊石雕浮像 溶洞东侧有座古庙 叫烟霞寺又名清修寺 寺里的住石 金富三居市是蔡元培的朋友 胡适陪着蔡元培来到寺里游览 见到这个地方景色幽静 古墓参天就不想走了 曹成英陪他游过西湖以后 他便退掉了新兴旅馆的客房 搬到清修寺里居住 看到这个地方风景遗人 胡适还写信把随他在北京居住的 侄儿私从换来 叔侄两个人一道在古寺中休养 曹成英呢 也有了借口 来到寺庙里帮助叔侄二人料理生活 接下来 胡适在杭州度过了他一生中 少有的一段浪漫时光 他与曹成英 每天是南山懒盛 酒膝漫步 龙京品茶 满龙上规 风韵雅致 好不惬意 每当夜幕降临 温情与浪漫也随之降临 胡适这个人 爱喝酒 几杯酒下渡 话说的随便 行为也放松了 两个人或者是下棋阴师 或者谈天说地 或者做一点小游戏 玩的卷了就睡下了 胡适挑选的那个住处 真是妙不可言 他们住在清修寺大殿东侧的斋舍里 是一排公云游僧人 或者其他客人临时居住的平房 东头有三间为一所 进门先是一个起座间 类似于俗间居室的客厅 有个走廊 连接着里面的两间居室 胡适住在最东头 也就是最里边的那间 曹成英呢 住在中间 居室与居室之间 有一道板格上 胡适出入都要经过 曹成英的居室小门 那扇门是可开可关 完全由主人自己决定 房间的妙术是不言而喻 有客人来了 里面是两间房子 关上外门 其实就是一套单元房 胡适与曹成英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成就了那段 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浪漫与温馨 他们把风景清幽的烟霞洞 当成了世外桃源 胡适的侄子 司聪不是也住在那里吗 胡适有办法 让他住在西头 那是一个单间 与胡适他们的住处中间 搁着一个小天井和厨房 司聪住在那个地方 对他俩是毫无妨碍 至于在那个单元房里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就非外人所能知晓了 用胡适自己的话说 那是一段神仙生活 还有人讲 经过了几个月的神仙生活 曹成英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母亲离世后 胡适压抑多年的真实情感 一发而不可收 最终导致他与曹成英的出轨恋情 胡适和曹成英 本是借着亲戚关系 才可以掩人耳目走到了一起 然而曹成英的怀孕 却让他们的关系难以继续隐瞒 那么胡适将如何处理这段感情 他会与江东秀离婚吗 而苦等13年才换来与胡适的婚姻 江东秀又会如何对待胡适的出轨行为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曹成英怀孕后 胡适向江东秀提出了离婚 江东秀苦等13年换来的婚姻 面临严重危机 此前他是靠胡适母亲的帮助 才与胡适完婚 如今没有了婆婆这个后台 江东秀又会采取什么办法 维持自己的婚姻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离不了 离不开 来着想迟 优优独播剧子